蠟燭金山橋寫傳遞信息之聲 歡迎收聽金山之聲 聽眾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AM1450美國中文電台 歡迎收聽今天的金山之聲節目 我是永青 今日節目主要內容有 加州與中國海南省合作應對氣變 東華醫院行政總裁張建青、榮登福布斯50強榜 美國華商總會成立43週年晚會 美國江州總會館頒發2023年獎學金 第四屆青少年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畢業禮華奉舉行 舊金山應對新冠疫情紀錄片出路 舊金山市政府官員與社區各界商討田德龍治安 以下是節目的詳細內容 喬布記者吳卓明舊金山報導 8月3日週四 加州政府與中國海南省代表團 在州府Sacramento簽署量解備忘錄 宣布雙方共同發起一項 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倡議 該量解備忘錄開述加州和海南的五個合作領域 減少空氣污染 制定和實施氣候適應和碳中和計劃 推進清潔能源 加速推廣零排放汽車 和推動基於自然的經濟發展 和氣候解決方案 加州州長柳心說 雖然我們遠隔重陽 但有著相同的目標 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更好的地球 和海南省等全球合作伙伴大力合作 我們有機會通過減少污染和轉向 使用清潔能源來解決氣候變化大力的生存危機 海南省副省長陳懷宇稱 我們很高興和加州合作 因為我們雙方都採取有意義的措施 來應對全球氣候危機 我們都希望提高氣候解決方案的標準 例如清潔空氣 推進零排放汽車和採用清潔能源 量解備忘錄簽署後 加州和海南代表團召開了員卓會議 討論共同的氣候優先事項 以及量解備忘錄中概述的合作領域 該小組討論圍繞氣候行動、空氣質量、 清潔交通、清潔能源、海洋保護 和基於自然的氣候解決方案等共同優先事項 《橋報》記者吳卓明 舊金山報導 8月4日 星期五 位於舊金山中國城的橋立東華醫院宣布 該院行政總裁張建青博士 入選2023年福布斯50歲以上50強榜單 這個為人誠讚的榮譽 只在表將在各自領域做出卓越貢獻的領導者 以及將醫生的積極貢獻 在促進健康公平方面的卓越領導力和開創性努力 包括他在舊金山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的結出貢獻 使他在這份群英匯聚的名單上當之無愧地獲得一席之地 福布斯50歲以上50強榜單 現已進入第三年 重點關注在各自領域產生巨大影響的各個行業的領導者 證明成功和創新不受年齡限制 這份獨家名單囊括影響範圍 從深海到外太空的企業家、創新者和創造者 代表他們正在改變世界的各種成就 作為舊金山東華醫院的行政總裁 張博士30年來一直是醫療保健行業的開拓者 他堅定不宜地致力於改善服務不足人群 獲得醫療護理的機會 這個使他成為社區中受人尊敬的人物 張建青對醫療保健的開創性貢獻 不僅改變了生活 而且促進了健康公平 在他富有遠見的領導下 東華醫院已成為社區醫療保健的典範 為來自不同背景的患者 提供適應其文化和語言的醫療護理 他致力於促進健康公平 確保所有個人 無論其背景或社會經濟地位如何 都能獲得優質的醫療保健服務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 張建青的領導力 在保護社區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東華醫院負責檢測、接觸者追蹤 疫苗接種和治療工作 和舊金山公共衛生局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其他社區組織合作 為服務不足的人群 提供和新冠病毒相關的重要服務 此外 張建青還優先考慮 為受反亞裔暴力創傷影響的工作人員 和患者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張建青在應對新冠肺炎方面的出息工作 為他贊得讚譽 由於他在抗擊病毒方面的傑出工作 他在2021年和2023年被加州立法機構 授予年度傑出類成獎 進一步凸顯他對公共衛生的奉獻 和對邊緣化社區的倡導 對能被列入福布斯50歲以上50強榜單 張博士表達了他的感激之情 他表示 我非常感激能夠成為一個 公共致力於富有同情心的 護理和社區福祉組織的一員 這是對我工作的認可和鞭策 激勵我們繼續突破界限 並提供創新的醫療保健解決方案 以確保所有人的健康公平 據介紹 福布斯50歲以上50強榜單 只在表將那些 為後代樹立榜樣 激勵他人 為社區產生積極影響的領導者 張建青博士 在這份享有剩餘的榜單中獲得認可 再次見證了 他作為醫療保健公平和社會正義的 富有遠見的領導者 和富有同情心的倡導者地位 橋部記者重稱舊金山報導 8月4日星期五 美國華商總會43週年晚會 在南舊金山半島豪園舉行 中國駐舊金山副總領事鄭茂怡 領事宋宇彤 瑤妖麗林志河 並與舊金山灣區橋商界首長及嘉賓近400人歡聚一堂 慶祝美國華商總會成立43週年 晚會在中美兩國國歌聲中拉開圍幕 孫智雄會長致詞時表示 從他接任美國華商總會會長一職後 在前輩打下的基礎上遵循上任時所設定的目標 帶領全體職員和會員朝著目標奮盡 在未來兩年中 他們的工作方向將延續進步兩個字進前進 希望美國華商總會繼續取得進步 並發揮應有的作用 積極聯絡喬舍 推動商務 同時推動中美兩國友好關係 期待兩年後滿任之時能獲得大家的掌聲 副總領事周貿易致詞時稱 美國華商總會成立40多年來的發展和成就 眾所周知有目共睹 是愛國愛向支持中國統一大業的先行者 亦是中美經貿合作、文化交往的實踐者 是促進團結喬包、扶約助困、促進和諧喬舍的參與者 相信在孫智雄會長和新界領導班子的大領下 美國華商總會會無定能越辦越好 再寫新的篇章 周貿易指出 目前中美關係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但近期中美進行了一系列的高層交往 進行深入坦誠的溝通 希望港大喬包繼續為中美友好發聲、出力 促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民心相通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貴、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中華總會館代總董、企寧陽總會館主席李產彤支持時表示 過去幾年我們雖然受到新冠疫情的困擾 但美國華商總會團結、拼搏、共克時間 在促進中美經貿、推動和促進華佛的經濟發展 提高華商聲望等方面取得重要的進展 他稱讚 這些工作的成果離不開華商總會歷屆的會長的英明領導 和全體會員的共同努力和奉獻 正因為大家的努力才取得鞏固和發展 藉此機會他足現美國華商總會同日繼續不邪奮盡 好寫新的篇章 常務副會長譚廉鐵 感謝各位嘉賓撥勇出席 相信在大家的鼎力支持下 美國華商總會明天會更好 副會長孫志忠介紹出席晚會的橋團首長和嘉賓 晚會還向來賓們呈現了一台精彩的 充滿中華傳統文化特色的文藝表演 橋部記者統稱舊金山報導 8月5日星期六 美國江州總會館2023年獎學金頒發典禮 在舊金山中國城該會館禮堂舉行 43位高中畢業生和在讀大學優秀學生獲此殊榮 頒獎典禮由中文書記蔣英和主持程序 黃國康主席首先代表總會館熱烈歡迎出席 當日頒獎年禮的獲獎學生和家長們 他指出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 總會館停辦了三年獎學金頒發活動 終於在今年可以復辦 而今年獲獎學生比往年增加超過10名 這一切傳來總會館各位善長人翁的捐助 他讚揚各位學生在學習中作出的努力 他在祝賀每一位獲獎學生 也祝各位身體健康幸福 獎學金小組中賓致辭時清 從1979年起江州總會館就舉辦頒發獎學金活動 他近面向灣區所有族裔的高中畢業和在校大學生 希望給予他們在學習上一些鼓勵 雖然獎學金金眼不大 但對學生們的學習是一種精神的鼓舞 希望他們繼續努力取得更大成就 期待未來他們學業有成能夠貢獻社會 回饋社區 這也是總會館獎學金活動的目的之一 他指出 今年是歷年獲獎學金人數最多的一年 他亦呼籲各位學生要謹記父母親的養育之恩 和社區江州總會館給予的關懷 期待各位學生在未來獲得成功時 回饋社會服務社區 獲獎學生代表彭嘉儀致辭時 首先感謝父母以及祖父母的支持和鼓勵 他表示在新冠大流行期間 無論在學校和家庭都受到很大的挑戰 但他從中也學到很多 他再次感謝父母和江州會館的支持和鼓勵 中文書記蔣英和宣布此次獎學金捐助單位和善獎人用 包括江州總會館2萬元、福慶堂1萬元、同園會1000元、德後堂500元、保安堂500元、澳門工藝有限公司1000元、以及多個團體和善獎捐助總額高達4萬多元 隨後江州總會館首長及獎學金小組領導向獲獎學生頒發獎狀和獎學金 喬布信8月5日第4屆青少年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實習生畢業典禮 在舊金山報導會舉行 實習計劃由華埠公共衛生局營養部主辦 舊金山中國城南青年會協辦 來自10家高中和大學的14名青少年 經過11個月的培訓和實習 學習8個營養技巧 改善他們的營養和身心健康 並培養他們的領導才能 畢業成為學校和社區的滋味、友營、健康大使 鼓勵家人和朋友作出健康選擇 名廚、殷文達現場示範攀飲技巧和製作健康美食 並勉勵實習生從小就要開始健康飲食 實習生在計劃期間向註冊營養師和醫生學習健康心得 並親自製作健康料理和服務社區 華埠公共衛生局營養主任王家衛港 經過前幾年的新冠大樓行後 今年終於可以舉行比較多的面對面活動 實習生學習了17個營養和領袖技巧 通過兩次俱樂部會議接觸社區 和五間高中舉辦65次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俱樂部會議 並為華埠各個社區機構提供服務 接觸過633個社區成員學會健康、學會快樂和學會服務 這是該實習計劃的目的 其中一位實習生陳愛欣在畢業典禮上表示 在過去四年內 他和大家一起非常愉快地宣傳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 實習計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剛開始時學習營養知識 每一年的實習計劃都會賦予他更多職責 讓他獲得更多領導經驗和參與計劃的各項事務 據舊金山公共衛生的健康網絡門診部總監介紹 他每年都期待見到並慶祝實習生的成就 很幸運能夠在舊金山開展這個項目 青少年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 體現了公共衛生的核心服務 他對公共衛生的感觸好心 公共衛生就是將你的專業奉獻給改善和鼓勵社區的福祉 該計劃為青少年提供了 踏入公共衛生大門的機會 通過青少年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計劃的健康教育 營養、健康行為和領導力方面的培訓 來幫助家人和社區 三藩市華埠公共衛生局醫務主任表示 作為醫生 他其實更希望病人能夠用健康飲食來改善慢性疾病 而不是食藥來控制病情 恭喜各位實習新的畢業 他很榮幸看到畢業生將新技能和知識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所學到的健康營養知識將為自己和家人、朋友帶來更好的健康 中國城南青年會行政主任朱啟榮指出 南青年會很榮幸可以參與這個計劃 青少年健康飲食和活躍生活、實習生活 在今年取得很多成就 希望他們會繼續應用這些技能 並將它帶給身邊的人 建立一個健康的大環境 《橋報》記者常稱《舊金山》報導 來自舊金山公共衛生局的學習和創新中心 和新冠肺炎特別工作組 和電影和文化組織合作 將舊金山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 為健康公平而戰提升社區學術 公共衛生夥伴關係的故事製作成紀錄片 即將在8月和9月在三個社區首映 紀錄片中紀念因新冠肺炎而失去的生命 並提升了幫助舊金山實驗美國所有大都市地區中 疫情相關死亡率最低的夥伴關係 社區放映結束後 紀錄片主任賈賣爾 將立即與衛生和社區領導人一起參加一個小組 討論社區驅動的公共衛生方法 舊金山市衛生官員及舊金山公共衛生局人口健康部經理 菲利普博士說 舊金山經歷過愛知病毒和愛知病 在社區宣傳和社區領導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 我們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當然以此為基礎 學習和創新中心是舊金山公共衛生部人口健康的一個分支機構 致力於促進多元化和有才華的員工隊伍 並促進健康公平 這部紀錄片是學習與創新中心努力建立跨部門夥伴關係 並支持社區組織勞動力發展努力的一部分 學習和創新中心的導演和電影製片人之一的 喬立新福克斯博士說 很開心看到我們超本地新冠肺炎應對措施 如何激發舊金山各有色人種對公共衛生事業的真正興趣 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 舊金山採取積極的戰略 以緩解疾病在社區中的傳播 並降低嚴重疾病的發病率 該戰略使用健康公平視覺 來優先考慮受影響不成比例的社區和人口 從而為這些人群提供更好的測試、疫苗和財政支持 該戰略還包括為社區組織提供有針對性的資金 以幫助集中資源 這部紀錄片強調吸取關鍵經驗教訓 例如社區夥伴關係 在有效應對新冠肺炎和未來所需的聯合規劃 和集體行動中的重要性 這部電影同樣提升衛生專家和社區成員的聲音 他們在共同的挑戰中團結並相互支持 在危機後變得更加強大 這部電影將通過會議、電影節和一個互動網站廣泛發行 該網站將以電影為特色 並為公眾學習者提供討論指南 喬布記者舊金山綜合報導 加州州長劉森宣布 州將介入打擊田德龍區街道上的毒品問題 已經過去三個多月 舊金山很多居民表示 他們仍然感到不安全 8月3日星期四 田德龍區聖安東利基金會和包括警察局長和地區檢察官 者安然在內的城市領導人舉行一次市政會議討論安全問題 田德龍區企業主西摩稱 他們的年長者不可以或者不願意外出 他們的孩子不可以到外面玩 我們希望社區能夠回歸平安 會議上西摩和舊金山聖安東利基金會的幾十天 一起和城市領導人進行交談 這個地區暴力事件不斷升級後 社會服務提供者呼籲召開社區會議 其中包括幾個星期前在他們前門不遠的地方發生的槍擊事件 聖安東利基金會首席執行官本黑表示 在同一個星期內 在金門大道和他們大樓附近 有兩人被槍殺、兩人被刺傷、其中兩人死亡 除暴力之外 露天毒品市場也是另一個關注的話題 地區檢察官者、安言和執法官員都認為 解決方案必須是多方面的 然而他們表示 某種形式的威脅力必須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謝安兒稱 當成癮如此嚴重時 人們無法為自己做出理性的選擇來接受治療 我們必須幫助他們介度 並做出負責任的決定 儘管一些出席的居民對此表示擔憂 舊金山警察局局長史閣表示 他的部門逮捕人數比往年之和還要多 我們幾乎已經超過去年全年的水平 謝安兒對此表示贊同 他認為法院是讓慣玩重新回到街頭的一個主要原因 他說 這意味警方平均必須逮捕同一個人四次 法院才會同意拘留他們一次 該小組表示 各部門以及州和聯邦合作夥伴之間的合作 最終將使田德龍區成為一個更安全的地方 這是西摩的希望 他認為這個社區值得為之奮鬥 他說 我的加州車牌上寫著田德龍 這是我對這個社區的意外 我不會被忽視 以上是今日《金山之聲》節目的全部內容 多謝大家收聽